3月27日下午 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通報 香港新增65宗確診個案 為疫情發生以來 單日確診數量最高 香港累積確診個案增至518宗 屬於是38位 年齡是12至71歲的 香港此前同一公司管理下的數間酒吧 發生群組感染 在今次新增的65宗個案中 19宗確診病例涉及酒吧團體 其中超過10名患者為酒吧服務員或約隊成員 病毒感染源頭目前仍未確定 針對有確診者喪失味覺和嗅覺的情況 張柱均表示 有醫學報告指 部分患者會失去味覺和嗅覺 但因新冠病毒仍是新型病毒 暫無相關資料和報告 要帶科學家探討